透过市民画廊的设立 让更多的艺术家能够一展长才 高雄市民艺朗推广人谢哲良老师 有感于高雄市的艺术展览空间数量不多 且有专业资格限制 因此为了协助有艺术梦想的素人也能一展长才 因此从民国91年开始 便致力于推广市民艺朗 这一次一起加入圆梦行列的 是身心障碍团体同心圆梦协会 同心圆梦协会 他们都是一些持缓儿 或者是智障别的一些小朋友 跟亲子的画作 这个赵主家他本身是属于重度智障 所以说他的手不是很稳 但是他能够画出这张图叫做鱼乐 你会无形中发现到好多鱼在这边游动 所以这张画非常能够代表说 一个智障的小朋友 也可以画出一个很好的色块 美丽画作 法界新闻参谋章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 我可以画出一个很好的色域 所以我可以画出一个很好的色域 好好的 谢谢大家